这帮男同学也是 刚才替贾学光说话的 也都不敢吱声的 这时候全是老师给他做着的 连他们拿筷子都不敢 还敢喝口酒啊 想都不用想 你说这边 和红军一瞅的 说你们都听好了啊 这大庆是我弟弟 葛榆树的一亩三分地 妈的你们谁惹大庆 我叫你们出不了榆树 腿都给你们打折的 记没记住啊 你们这帮半大小子 不懂社会规矩 叫你们知道知道 屋里这帮小孩 谁也不敢吱声 说你看这功夫 贾学光给地下五个脑袋 给那躺着呢 打得满脸 基本上全是吸过汁的 和红军这一瞅的 拽起来来 给他拽起来 后边这俩兄弟 上去啪一拽 大哥 都给打嘚瑟了 趴着往起一架 和红军一瞅的 跪下 啊 老弟 给我跪下来 跪下 给我弟弟赔不是 大庆哥旁边瞅他一眼 军哥 过来 过来过来 不用那么样 你别管了 不做面吗 给我弟弟跪下磕头 赔不是 啥愣着来 说你不跪还打你啊 拿酒瓶来 啪这一抢 往前这一指 学光可这都已经躺一脸了 脑门子上打个大口子 和红军拿瓶子这一指纹他 说你要不跪不磕头 就还打你 听没听见 我不跪 学光这种人 有骨气 但是胆小老实 那人打鸡眼了 咋的啊 我挺大老爷们儿 我就再啥也不是 我能给你跪下磕头吗 对不对 谁能没有点苦气 和红军一瞅他 怎么的 我不跪 臭臭 邦邦就两下 第一下都没干碎 轮第二下子 开罩这个伤口打的 咔嚓的一下子 打成什么样的 这第二个酒瓶子 一个玻璃茶都扎伤口里了 你闲闲得打多重 幸亏是有两个人架着的 要不然直接躺地下了 旁边俩兄弟都说 君哥 差不多得了吧 一个小孩 说这一瞅要抽 给他放下来 冷地下 躺吧 冷地下 这一喊冷地下 俩兄弟八滴撒手 贾学光真就一动不动了 跟打成植物人似的 空扛子一下子 打懵了 和红军瞅瞅他 说来 我不为难你啊 大庆哥旁边 哥 你要干啥 不干啥 赶紧的来 给你家里边谁打个电话 往余处送十万块钱 听不听见 别别别 哥 干啥要十万块钱呢 这 我也不缺钱 跟你没关系 我来一趟白来啊 咱俩一二五万 哥 咱那啥 别吱声了 办事没有白办的 社会规矩 要十万块钱送余处来 或者给打过来也行 啊 说妈的来 快点 晚一点还打你 逼崽子 谁给拿电话呢 说你看这边 一个兄弟趴往过一地 学光可弟小 都打懵了 五个脑瓜子 嘴都有点网数躺墨子了 但是没昏迷 打电话 君哥让你打电话 快点来 学光也没敢说别的 如果自个儿不打这个电话 百分之一万还得挨他 拿个电话 强忍着 拨出去了 说你看学光能想到谁 学光这个人 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孩 为人善良 小的时候 贤哥他们吃不起饭的时候 他个家里边 给偷烧鸡 给偷钱 能拿五块钱 自个儿舍不得花 给小贤他们 大伙买饺子吃 所以说贤哥长大了以后呢 说对谁都可以 说我都可以 不那么去帮你 但唯独对这个假觉光 包括假觉光 他的一家 属于贤哥的恩人 你说这寻思来寻思去的啊 他想给他爸打的话 要点钱 后来这学光想到这 说我得找社会人 我找我哥 我哥指定能管我 他想到贤哥了 要不一般有事 他不找贤哥 也不愿意麻烦贤哥 等说他把电话 这一打过去 扒着一杠过去啊 学光有点哭了 因为打的属实也太疼了 他长这么大 也没挨过打呀 喂 哥 喊了一声哥 说你看这边 哥茶楼呢 扒着一击 谁啊 哥 我学光 帝啊 怎么的了 啊 打电话 咋这声呢 哥 方便不 哥方便 咋的了 哥 虞叔你有朋友没 你咋的了 你跟哥说 啊 你别着急 慢慢说 咋的了 叫人给我打了 你叫人给打了 谁打你 有个叫什么军哥的 哥说跟我要十万块钱 说我不给的话 还要揍我 军哥 你把电话给他来 我跟他说 谁他妈敢打你呀 咋你没提我吗 行 趴着往前一递 何红军 可是抱个榜瞅着呢 谁呀 找你 学光那手都知嘚嗓 趴着一拿过来 喂 你贼呀 你贼呀 我他妈何红军 我贼 兄弟 我不知道你他妈认不认识我 我长春小贤 啊 我听过你 你不长春难关的吗 对 打电话有事啊 你把我弟弟打了 什么意思 啊 我咋的 咋的 你玩大了咋的 那是我弟弟 我告你何红军 啊 你杀了把我弟弟整医院去 啊 这事咱俩没拉走 你少跟这跟我俩放屁 你一个长春的 给这吓唬我呢 我大哥徐大伟 咋的 哥们 照你的意思 你把这钱的又怎么能拉倒 对呀 你弟弟不告诉你了吗 我要十万块钱 少一分都不好使 行 何红军你等着 我给你拿钱 我把钱给你 啊 那我可不得等着打的 我必须得等着 行 你等着 你别打我弟弟了 啊 我给你送钱去 你来吧 最好快点啊 我不管你从哪来 你是个余数找哥们 还是咋地的 你快点把钱拿过来 说一个小时之内 钱不送过来啊 我还揍你弟弟 旁边这老瘸一瞅 说贤哥 你咋去了 贤哥气坏了 拿个电话 喂 你说这边一接 张个大嘴 嘚喝的啊 哎 谁啊 强子 贤 贤哥呀 贤哥 哥呀 我都想你了 你不给我打 我还嫌子一会儿 给你打电话呢 我晚上我想上长村的 我刚搁局上 我赢了一万来块钱 我嫌子上长村 找个夜总会 我消费消费的 贤哥你打电话有事啊 你先别来了 你给我办个事 办完那事以后 你到长村贤哥安排你 咋的了贤哥 我去不去都无所谓 咋的了 在你们余数的街里 有个叫什么珍江酒楼的 你知道地方不 镇江 镇江酒楼 我知道啊 那你赶紧去一趟 我一个弟弟 纯是我身边 我家里的亲弟弟 你亲弟弟 咋的了 有个叫什么和红军的 你知道不 知道啊 和红军我知道 余数的 那谁 徐大为手下兄弟吗 他把我弟弟给倒了 跟我弟弟要十万块钱 就在镇江酒楼的 我现在从长村港去 我来不及 讲吧 我来不及任何人 我来不及了 我来不及格尼 我来不及格尼 感谢观看